農曼 各位歡迎收看台南鬆秀 那我們投資一期 非常樂的東西 我是小廷 今天歡迎我們的 已經常態來賓了 小老師來到我們現場 今天特別興奮 因為台股再度創了歷史先高 不過在這創高的同時 其實 如果根據今天的三根K棒的教學過程的話 要稍微小心一下下 雖然我們本集播出的時間 不一定還在一個創新高格局 但是也許本集就可以驗證 未來台股的一些走勢了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在預錄這個時間是 現在是11月9號的盤中 那今天早上一度 因為現在還在教育過程 最高點是來到1.2.1.49 那前高原本是13031 那今天是跳空過前高 那我就想到一句話大家做過分享 孫子兵法軍政篇裡面提到 不知山林賢主不得行軍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在金融市場 不管你在做投資做操作 就跟在行軍打戰排陣一樣 而你如果對未來的整個環境 不是很明瞭很清楚 那他的建議就是 你不能出動你的軍隊 你寧可在旁邊先做觀望 就好像是牛頓 牛頓被蘋果打到那個牛頓 他不是 牛頓是個股票操作高手啊 他講了一句話到現在大家 真的嗎 列為歸過 牛頓不只是 Gravity發現地心引力耶 他說 證券投資必須怎麼樣 他說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你才看得清楚 看得遠 其實跟孫子兵法的看法 是截然相同的喔 你對未來 對你現在的處境 包括未來的環境 你不清楚 你寧可持盈保態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 台股市出現跳空 跳空喔 過歷史 創歷史新高 那反倒是在以今天為例我的看法呢 你應該把禮拜五 禮拜五的最低點 跟今天收盤的最高點 你會得出一個中間線 是 這是未來最佳的一個判斷點 我認為這個判斷 可以判斷一整個月 蝦老師 大學到底是中文系 還是物理系 Management 我覺得每次聽蝦老師 輕盈管理 傳道授業解惑 總有一種那種 霍然開朗的感覺 一下這個說文結智 真的 後來轉經營管理 我覺得跟老師聊聊天 這個收穫是非常多的 不過蝦老師今天我們還是針對 用一個極短線上三根K棒 來做一個行情上立即的一個判別 待會我們會針對台股的現況 直接來做一些預測和預判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從最基礎的蝦老師 來幫我們解惠一下 不敢 我們先看這張圖表 各位其實你到Google搜尋 你只要講K棒 OK 那大致上會有很多圖形 我就講個舉例的案例 我們看整個畫面的左側 那叫單一K棒 這比較簡單 我們都知道一根K棒就是四個東西 開高低收形成一個符號 利用這個符號我們可以知道 過去當時該商品的最高最低 以及開盤跟收盤 這個就叫K棒 經由K棒跟K棒之間的一個合併 它會形成什麼叫形態 那麼形態的力量會大於一根K棒 我不管你這一根K棒是紅K的 還是黑K棒 我們都知道紅K棒代表 代表它的收盤價高於開盤價 那黑K棒相同 可是一根K棒的力量 應該擋不住整個形態 那什麼叫形態呢 我們從短形態裡面 不管從兩根三根 一直到整個所謂的WD M投等等 那麼最簡易的 我認為就是說 我們可以從三根K棒的變化裡面 不管你是定期定額的朋友 或者是你在做證券投資衍生訊商品 我認為你可以經由K棒 針對即時接下來該怎麼做判斷 可是不能誤判 我舉個例子 各位看畫面的右側 右側一個叫成星 一個叫夜星 不是那個形態叫成星 也不是那個形態叫夜星 我們看下一張圖 不等一下再回來 對不起 所謂的成星 什麼叫星 就是十字線叫星 為什麼會有十字線 十字線我們叫做變盤訊號 就是一檔個股或整個指數 它在行進的過程裡面 它的開盤價只要等於收盤價 叫做變盤 它在提醒你我要變盤 對賬的過程裡面 它會告訴你 我接下來要大漲或大跌 所謂的成星跟夜星就是說 我兩個南北向的火車正面對撞 對撞之後 我怎麼去判別 所謂的成星就是 這個對賬對撞 對撞是在整個商品價格行進的低點 這個叫成星 那相對喔 如果這個對撞發生在商品交易過程裡面的高檔 它才告訴你這叫夜星 所以成星代表要看漲 夜星代表會跌 所以可以利用從型態裡面 你可以標準非常有效的判斷出 接下來該對給予正向還是要保守的看法 基本上就用成星和夜星來做一些觀察 不過從大盤的一個角度來看 蕭老師剛才說型態有分非常非常多的多種 今天我們是用三根K棒來做一些觀察 那會不會跟我們用六根K棒 用十根K棒 用月K 用這樣的方式會不會形成誤差 那今天的三根K棒是所有的情境都適用嗎 來我自己講 我們在講技術分析 技術分析剛剛好好特別提到一點 沒有錯大家會迷惘 對 就是說那我到底要用三根 用八根用二十根 對 都沒有錯 技術分析我們在講所謂的 包括什麼參數設定 時間設定 記住 越短 我設定的機期越短 你在追求高準度 你的準度會高 相對的 我的數字越龐大 我的觀察期越長 你在看什麼 穩定 一個叫準 一個叫穩定 所以準跟穩定 它是什麼 它是反向的 它是反向的 那我們講過 毛跟頓你要讓它合併 你不應該讓它形成對抗 那怎麼合併呢 第一個 你可以由高 由上往下 也可以由下往上 什麼叫下往上 我從短天期開始看 我看一根 然後接下來我看三根 後來接下來我看短波段 那經由完整看完之後 你會得出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偏向多方 那你就樂觀 這個結論告訴你 我該保守 那你就該保守 所以你必須 沒有辦法 就好像是我們在上課一樣 小學要練六年 然後中學 高中到大學 到後來很多朋友 你練的研究所等等等 你一定是逐步一步一步來 你不可能瞬間 我還不會被99乘法表 我今天會算為期分的 這是其實跟我們之前的 技術分析的教學課程 一模一樣的道理 對 你都是在尋求一個 已經有一個基底 你知道這個大方向是怎麼樣 那經由一個相較 比較短的一個指標 確保 那我就做多嘛 我就在多頭上 可以賺到我的一個價差 對 所以它是有一步驟 一步驟 全部的一個技術指標 都符合你的預期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的精準度 就會提高了 對 特別是我們這一集 這一集的單元 我們講三根K半 為什麼特別講三根K半 因為最近我發現到蠻多年輕人 我們不要講一定當充 比較希望能夠有短線交易 這個不是正交跑的短線交易 就是說我針對一檔個股 我覺得鴻海明天會漲 那我今天就滿興就好了 對 那我可能明天它漲我就賣了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種很短線的交易 就不太適合利用那種中長期的平均線 是 因為對你沒有即時幫助 對 比方說什麼季線夜線 那個都太遠了 對 那你可以利用最簡單的 但是你要用一點精神 你要去體會它要去背 99乘毛表368 就是3乘以6 什麼叫3乘以6 就是6個3就等於18 對 你還是要除了背型態之外 你要了解它的結構 你才會背得比較輕鬆 不然你會背得很辛苦 我舉例我們看這張圖表 這張圖表叫三陽開胎日出東方 那什麼意思呢 代表它是三根陽蚌 對 並且第三根 你要關鍵在第三根 第三根陽蚌它叫日出東方 是什麼意思呢 就好像我們到阿里山看雲海 對不對 你一開始當然沒有看到日出 你是不是在那邊等 4點就出門了 在那等到4點半5點 太陽要出來了 太陽是怎麼出來的 是從山的那一頭 往上浮出來 第三根 必須超過第一根的一個前高 那才叫日出東方 它沒有浮出來之前 都不叫日出東方 代表是什麼 是一個多頭的一個起障 是 因為太陽才剛剛升上來 這是非常強的一個訊號 所以我們叫日出東方行障 那我大概知道後面幾張 就是這個四季平安 五福臨門六六大盛的七星高照 八方雲集這樣一路上去 對 那我們看第二張 我點郭貼 八方雲集我要點郭貼 我們看一下 這個叫多頭戰車 是 有些朋友會說 這怎麼是個戰車 對 你就你要融入好不好 你要融入 它就像個戰車的兩個軌道 是 中間是砲塔 那這個戰車的第三根 它是不是往北 往上 非常強勢 往上行進 這叫標準的多頭戰車 是 就是說我日出東方之後 出現一陰二陽的多方戰車 那該怎麼辦 你要繼續加碼 它告訴你 我還要攻擊 這是主身段的意思嗎 我不能說主身段 因為從三根K棒 無法判定是主身段還是出身段 因為太短了 因為它不是看那種一個 比方說我在尋求一個長期投資 不是 它不是看 形態它在告訴你 未來的一個行進方向 那這個行進方向 大約 大約 在 一 三天到一個禮拜 因為它隨時會變 那你隨著它的變化 這是有一個重點 夏老師剛剛提到 三天到一個禮拜 對差不多 是你進行這種三根K棒的 短形態的一個預判 對不對 你不要用三根K棒 然後想預估一個月之後的盤子 沒有辦法 那就想太多了 每天都有新的型態在改變 所以你必須 我們講浮動式的 就好像是 上個禮拜一的台積電報價 一直到今天肯定 每天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必須是跟著它做調整 那多方戰車走完之後呢 那就出現 你要小心的反轉型態 這要標準反轉型態 叫上跳三空 什麼叫上跳三空 就是說 在同一個方向 同一個方向 出現連續兩次缺口 兩次跳空 兩次跳空缺口 代表你就要小心 那過去我在做型態的教學 有很多朋友問到 他說 蕭敏不對啊 老蕭不對啊 為什麼不對 他說一般投資學講的型態 有三個 第一個叫陶逸 第二個叫中繼 第三個叫前進 對沒有錯 那我認為我們不能死骨不化啦 金融商品我們 我們的投資金融在裡面做買賣 我們要去比對 過去的案例裡面 我們看不管是加權指數 或重量集權之股 往往 他省略了中間的中繼缺口 他就 多方逃逸 再來就多方捷徑 相對的 空方逃逸 就空方捷徑 這個機率 遠比 逃逸中繼捷徑會來的高 都是兩個缺口之後 然後就開始進行反轉 一般來講 他只要有第二個缺口 你就要小心了 他有可能沒有錯 第二個缺口 只是個中繼 沒錯 但是你要提防 因為往往第二個缺口就結束了 所以一旦有兩個缺口 你就要保守 後來果然結束了 對 我們來看 這個是不是標準的空頭戰車來了 由多頭戰車上跳三空 轉為一陽二陰的空方戰車 是 探星轉為空方了 你怎麼做多 你做多你會到胸啊 對不對 然後空方戰車更不幸的 黑三兵 黑三兵代表我在過去這一段期間 是強烈的賣出訊號 任何反彈都是賣點 黑三兵任何反彈都是賣點 就是說 縱使黑三兵的隔日 他是紅K棒還是賣 紅三兵的隔日 縱使下跌 你要站在買方 因為黑三兵是個強烈的賣方訊號 緊接著來我們再看 是不是出現了什麼 下降三空 是 剛好跟日出東方過後 的上跳三空 剛好反向 這邊要跟網友解釋一下 我們這邊講的下降三空 是兩個跳空缺口 但是分別有三段 因為一段兩段三段 才會有兩個缺口 第三段之後 你就要提防了 它是不是要出現反轉 所以多方趨勢也是兩個跳空要反轉 空方也是兩個跳空 你就準備要做反轉了 你就要小心了 不能說100% 但是機率真的很高 所以當它出現下降三空之後 還好不錯 各位請看這一次的12149 它是出現反轉 這個叫多方孕育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第三根K棒 是不是在第一根長黑K棒 被包覆在之內 這叫孕育型 問題是這一根K棒可不可以進場 你是穩定型的 這一根還不能進場 因為還沒有過前高 還沒有 沒有出現日出型態 對 它只是告訴你 你有空單的 你最好先補了 對 可是還不適合做多 什麼時候做多 隔天 它的隔天 又形成日出了 然後接下來那三天 又形成什麼 多方戰爭 可是隔天你看是黑K棒 那就不影響 不影響 就是說你縱使沒有 沒有這個紅黑K棒 其實它整個型態的力量 會大於單一 夏老師這邊講的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你是看價格的 你不是完全的看當天是SOHO還是SOHO 沒有錯 所以雖然你看它兩邊履帶 對不對 是黑K的 還分別帶上影線 可是你看它第三根 是不是做多頭攻擊 對嘛 所以它是標準的多頭戰車型態 整個缺口都已經恢復掉了 它是一陽二陰的多頭戰車 所以這個點 絕對是站在多方 緊接而來 你又要小心了 是不是第二個即興缺口 又兩個跳空 又來了 所以它又告訴你 我又上跳三空了 是 這一次 接下來你給它看 接下來這個二那一根 那個就是標準的夜心 二旁邊是不是拉出一個十字心 這個十字心就是當天的開盤等於收盤 然後這個十字心 它叫一星二陰 這是標準的烏雲噪點形態 它跟你說 我就是要跌了 你在怎麼樣 我管你 我就是要跌 這叫烏雲噪點 並且它是標準的夜心形態 夜心之後 烏雲噪點 那肯定你就要非常小心了 可是 又反轉了 是不是又變成多方孕育了 對 我們剛剛講過 第三根K棒 那個紅K 沒有超過 還不能進場 對 它在提醒你 我是又轉為多方 雖然烏雲噪點 接下來原本準備大跌 對不對 我出現多方孕育 你有做空的 你在誠心做空的 你要補了 你要補了 但是呢 還不能做多 那接下來就糟糕了 來各位請看 好來 各位這個 這一個正常人閃不過 是 正常包括一些專業作手 不見得閃得過 這叫 因為它是直接跳的 對 這叫一致逃逸的 鋼釘打底貫穿型態 對 為什麼這麼講 最重要在那個鋼釘打底 是 我們講 長的上隱線叫墓碑線 是 長的下隱線叫鋼釘 要打鋼釘 就好像是 我們牆壁要掛個冷氣機好了 你是不是那個 頭脊塞壺要打鋼釘 是 拔後對不對 砰 那個鋼釘直接打進去 那個增肢強力很強 那個叫鋼釘 它叫鋼釘打底 其實那叫爾冰 我們講爾冰霧石 揚北霧蟲 是那個魚耳的那個 對 揚北霧蟲窮扣莫追 好 那個就是個鋼釘 為什麼叫鋼釘呢 各位你靜靜看 這個框框 這個框框它是不是一致線 然後出現一個跳空灌破 縱使鋼釘打底 這個是爾冰 一般專業的作手會輸 會輸在這一根 因為照理來講 如果它出現一個夜鑫 是不是 夜鑫是左側 如果它是一個 在上方的一個十字線的話 你就很好可以逃離開 問題是 它收的這個也有點像十字線 但問題是 它會讓 原本站在空方的會反多 是 但是呢 所以這個基本上 就是完全逃不開 你看 這個鋼釘的前一根 跟這個鋼釘之間 有沒有出現一個逃逸缺孔 有 有 它出現一個型態上的逃逸缺孔 我們剛剛講過 單一K棒的力量 比不上型態的力量 所以縱使單一K棒是個強烈多方 但是這個型態整個把你壓制住 並且你已經形成向下逃逸 所以這個是標準的誘餌 它是標準的誘餌 你這一波是逃不掉的 但是你可以在這邊 把你的多單給平掉 對沒有錯 接下來您再看 接下來是不是一 就是剛剛那個鋼釘那裡 它是出現逃逸缺孔 代表它還要跌 二是不是又來了 我們講兩個跳空有三段 當二出現之後 是不是進入第三段的反轉期 對 它已經告訴你我要反轉了 接下來就是日出東方來 標準的日出東方 你就不能再等下一根了 因為那個逃逸缺孔出現 並且這一次那個最低點12480 就是那個下影線的最低點 12480的隔日 它是不是形成一個跳空缺孔 日出東方日出逃逸型態 那個太陽已經浮上來了 它不是孕育喔 已經瀑起來了 你知道嗎 你就要進場了 你不能再等了 可是呢 到了今天 11月9號 因為已經有一個跳空了 像小老師講的 兩個跳空 你就要稍微緊張一下下 你就要小心了 所以它那出現日出東方確立了 然後接下來 你再看隔天 標準的紅山兵 紅山兵什麼意思 縱使隔日 這三根的下個交易日 縱使下跌 你都要站在買方 因為它是標準 跟左側那個黑山兵一樣 縱使下跌 你都正在正向 就是說 你可以利用三根K棒 所形成的 形態上的力量 你在做一些股票的短線交易 相信會更簡單更清楚 不過蝦老師 我們剛才是看到第一個缺口 已經出現了 現在來看的話 如果出現第二個缺口 我們這個時候就要很小心 現在是第三個缺口 現在已經第三個缺口 我們今天在錄影這一集的單元 都會可能到10月中 或是接近10月底 一般我們錄影到播出 大概都要兩個禮拜 那我還記得上一集 我們講到00878 對 那有朋友說 我們公佈的那個878的持股 那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是從業人員 對 我們要依照真實公佈的 因為我們是在10月出入的 那那個時候依照他的網頁 00878國泰所公告的 他只能公告到9月30 他不可能給你公告 每一天即時的持股狀況 對 他每個月公告一次 一定是往前推一個月 跟各位做個報告 不過今天蝦老師 其實講了這麼多 待會觀眾朋友可以重複的做收看 因為今天講的 稍微比較複雜一點點 但是對於整體短期形態 做了非常充分的解釋 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蝦老師剛才講 現在已經跳三個接口了 對 要適度小心 短期形態來看的話 其實真的要小心一下 有反傳的可能性 然後這個要特別來做一些注意 那當然 這個時間會替我們證明 到底我們本集所做的預測 當然預測沒有百分之百準確 但是我們從事的是一個 短期上高勝利的一個預測 這個是我們提供的各位 那一樣 觀眾朋友有任何一個提問 歡迎你加入蝦老師的Telegram 還有Lineator 有任何的提問 任何的想法 都歡迎跟蝦老師直接來做交流 蝦老師每天 閒錢沒事 真的就每天在滑手 我記得要回觀眾朋友的問題 很少遇到這麼熱心的老師 那觀眾朋友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家見了 感謝蝦老師 感謝各位 感謝蝦老師 感謝蝦老師